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吊带群亮相,37岁美如27岁,离婚三年状态回春 赵丽颖现身南京活动,穿定制礼服优雅闪耀 她的身材挺拔,姿态优压,散发顶级气质 她自律健身,不断提升审美,与角色共鸣滋养心灵,展现出独特的洒脱与魅力 她不仅演技出众,更是将梦想付诸实践,成为内娱独特风景线 7月13日,南京城的上品宅配活动现场,赵丽颖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身着ES2024春夏系列的定制吊带群,闪耀登场 她那件礼裙,香满精致刺绣,金色光则在灯光下闪烁 仿佛夜空中最亮的星,一出现就夺走了所有目光 赵丽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上舞台,那气势,那驾驶,真有种豪门女主人的风范 她身材挺拔,姿态优压,盘起的秀发搭配璀璨的耳饰 每一处细节都在彰显她的顶级气质 这身装扮,不仅凸显了赵丽颖的华贵,还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的淡定 就像是从画中走出的古典美人,既有明蓝般的大家闺秀气质 又不失现代女性的独立风采 她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证明,告诉我们 真正的气质,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无需过多言语,一评一笑皆成诗 赵丽颖的每一次亮相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这次也不例外 她那身精心挑选的装扮,不仅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身 环完美展现了她黄金比例的身材,简直像是梁申定做的艺术品 在与人交流时,赵丽颖总是保持着挺拔的姿态 不弯腰也不低头,那份自信和从容 就像是一朵在风中傲力的莲花,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她的体态优压,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放松和自在 这种迷人的魅力,让粉丝们感动到落泪 更令人惊喜的是,成为母亲后的赵丽颖没有丝毫疲惫之态 反而像是经历了一场美丽的蜕变 离婚三年后,她的状态仿佛再次焕发青春 气质由曾经的小家碧玉进化成了大气磅礴的成熟女性 自从产后回归,赵丽颖就不再是那个追求少女感的偶像 她选择了一条更加注重内在气质的道路 虽然过程中有起伏,但她就像是蝴蝶破茧而出 眼神中多了份坚定和自信,妆容也变得更加精致 整体气质愈发迷人,甚至颜值也似乎逆生长 每一次出场都比上一次更加惊艳 这就是赵丽颖,一个不断自我超越 用实力诠释美丽与自信的女性典范 优压非一日之功,岁月见证成长 浪琴这句名言道出了真谛,时间就像筛子 筛选出真正闪光的金子 在演艺圈的大浪淘沙中,赵丽颖脱颖而出 她的蜕变,正是时间赋予的礼物 从85后小花到时尚界的宠儿 赵丽颖的每一次转身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她不仅频繁现身于各大时尚活动 每次亮相都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洒脱与魅力 俨然一位国内一线明星的风采 而她那令人称现的顶级气质,并非偶然所得 自律的健身习惯塑造了她曼妙的身姿和优雅的体态 不断提升的神美眼光和人气的滋养 再加上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坚韧的内心世界 这一切共同铸就了她独有的气质 要知道,真正的气质,是岁月沉淀下的智慧与自信 尽管赵丽颖并非出身名校,也未曾接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但她与角色之间的深度共鸣,却是她与其他85后演员最大的区别 她用心去感受每个角色的灵魂,将个人的情感和理解融入其中 而这些角色也反过来赋予她力量,滋养着她的心灵 让她由内而外地散发出生命的活力 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来自于内心的风盈和不懈的努力 她的顶级气质不仅仅是外表的光鲜,更是精神层面的升华 这份气质,是时间和精力共同雕琢的珍贵财富 赵丽颖,这个名字在影视圈里早已响亮 她不仅仅是一位演员,更是一个梦想家 一个渴望通过角色触动人心,引发思考的艺术家 在她看来,表演不仅仅是镜头前的呈现,更是灵魂深处的对话 她深知老一辈艺术家的传承之虫 心中怀揣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使命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份责任感,这份对艺术纯粹的追求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赵丽颖不只是说说而已 在众多新生代演员中,她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将理想付诸实践的人 她增坚定地表示,我正走在成为轻衣的道路上,请给我一些时间 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她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观众的保证 她用作品说话,用演技证明,每一次角色的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每一场戏的演绎都倾注了心血 赵丽颖的成功,是天赋,努力与机遇的完美交织 她仅仅抓住每一个机会,不仅成就了自己,更赋予了许多角色鲜活的生命 对于有些人来说,知识源于书本 而对于赵丽颖而言,知识则源于生活的魔力 王一博巴黎点燃激情,跨界魅力引爆全场 阳光洒在巴黎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了每一个角落 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位要演的明星偶像即将登场 这位正是备受关注的当红演员王一博 他将携手点燃奥运圣火,点亮这座浪漫之兜的夜空 这一消息犹如一颗定时炸弹,瞬间引发了整个娱乐圈和体育圈的强烈反响 无数粉丝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表达着对偶像的无限支持与自豪 王一博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 一位粉丝激动地留言,他的每一步都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力量 是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王一博已然不仅仅是一个明星偶像 更是一种象征和精神寄托 他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从舞台到银幕 再到如今站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舞台上 他的每一个成就都犹如将自己的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 让无数追梦者为之动容 当王一博手持火炬缓缓前行时 人们仿佛也看到了自己奋斗路上那些艰辛与努力 他的坚定目光,挺拔身影 无疑都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助脚和鼓舞 正如一位热心群众所说 看着他,我们仿佛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是的,王一博就是我们心中那盏智慧之灯 指引着我们不断前行,追逐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此表示担忧和质疑 他们担心这种做法过于商业化 会稀释奥运的纯粹精神 然而,更多人却认为,这正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将影响力强大的偶像引入奥运会赛场 无疑能为这项盛会注入全新的活力 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体育运动 为之投入热情和力量 就像一位热心群众所言 现在的年轻人,需要看到更多正面的榜样 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不仅如此,王一博的经历也无疑是最生动的教科书 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信念,任何高峰都是可以攀登的 他从小默默付出,苦练才能 终于在这一刻站在了举世瞩目的舞台之上 这种平实力圆梦的故事 无疑会激励无数年轻人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当王一博出现在人群视线中时 整个巴黎街头仿佛瞬间被点燃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如同海浪般拍打在岩石上,让人心潮澎湃 他身着简约大方的运动服 散发出无可匹敌的气场 每一步都坚定而轻盈 仿佛踩在无数人的心坎之上 他手握象征和平 有意与奋斗精深的火炬 在这一刻,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明星 更是一种力量的化身 点亮了所有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信念 那一刻,王一博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变成了整个年轻一代梦想和希望的具象化 他携带的不仅仅是火炬 更是源自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信念 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眼神交汇 都牵动着无数年轻人的心弦 让他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在这片象征自由与浪漫的天堂里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 只要有梦想,有信念 就一定能够迎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这一刻,整个网络世界仿佛变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狂欢庆典 大家在虚拟空间里拥抱哭泣,欢呼雀跃 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王一博的支持与喜爱 分享着内心的喜悦与自豪 这一幕让整个社交媒体瞬间熊熊燃烧 仿佛温度和情感从中散发出来 连接起无数颗心 然而,在这片欢腾之后 人们的心中也不免萦绕着一个疑问 我们究竟应该更加关注什么? 是那些闪耀与舞台的光芒? 还是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与泪水?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 有时会遇到艰难险阻 但只要我们坚持梦想,永不放弃 终会在终点等待我们的 必将是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王一博的经历无疑是最好的助角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肯付出,任何高峰都是可以攀登的 让我们为他喝彩 为每一个追梦者点赞 也让我们一起谱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这无穷无尽的马拉松赛道上 奔跑向属于自己的辉煌 王一博,这位在演艺圈和时尚界双双闪耀的明星 再次展现了他的无限魅力 这一次,他在巴黎点燃了激情 跨界魅力引爆全场 无论是在演戏,唱歌还是在时尚舞台上 王一博都能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卓越的才华 吸引无数粉丝和观众的目光 在巴黎的时尚之旅中 王一博不仅展示了他在时尚方面的敏锐眼光和独特品味 更重要的是 他以一种自信 从容的姿态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和魅力 无论是在秀场上还是在街头 王一博都能以他独特的魅力和气质 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这一次 王一博以他的跨界魅力 再次征服了无数粉丝和观众 他在巴黎的每一个瞬间 都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努力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歌手 更是一个在不断探索 不断突破自我的艺术家 王一博的成功 离不开他的努力和坚持 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练习生 到如今站在国际舞台上的耀眼明星 王一博用他的实际行动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事努力就会有回报 他不仅在演绎事业上不断突破自己 在时尚领域也展现出了超强的影响力 在这次巴黎之行中 王一博与众多国际知名品牌 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他的时尚品味和独特魅力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他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时尚态度 更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年轻一代的自信和风采 王一博的成功 不仅仅是